好来看到吉安湘宜昌村窦兰桥路口 有五个红绿灯动线不良 往往在上班以及下班尖峰时段呢 车辆会塞车 那为了解决地方的问题 县议员无建制邀请了公路总局 陷阱局交通科等等单位是前往现场会刊 同时也做出了决议 将号制动线进行修正来解决塞车的情况发生 花园线接岸向宜昌村窦兰桥中华路二段 转至窦兰一阶及吉祥一阶及德安六阶等路段 由于东线不良 在上下班尖峰时刻常常塞车 无论解决地方的问题 县议无建制并且邀请相当单位共同来研议 特别来这个现场来做这个会刊 是针对这个窦兰桥的一个交通改善的部分 尤其是针对这个上下班时间 还有上下课时间 那会造成这边的拥塞 造成这边的堵塞 那这个居民一直在一再的陈情 那我想今天会同相当多的单位 包括我们的花园县政府 还有我们的公路总局 还有我们的这个县政府的交通科 然后还有乡公所 那特别来对于这一件这边的这个路段 这个容易拥塞的路段 针对来做一些会刊 那希望能够做一些改善 能够在这个上下班时间 大家能够通行顺畅 然后行车平安 公路总局花园县警察局交通科 县府建设处交通科 同时也演绎出解决的方式 豆兰桥 左转车辆的需求 那常常会在上下班的时段 会造成拥塞的情形 那今天的讨论重点呢 主要是针对豆兰桥 周边的人行道的部分 还有行川线的部分 拖式规划 那重新的来划设 那能够使豆兰桥上的这个车道的部分 从原来的一个内车道跟寄慢车道 那会变成两个混合车道 跟一个寄慢车道 来舒缓左转车辆的需求 那另外耗置的部分呢 也会配合后续的观测 有关左转车流量的部分 然后来演绎来同时来调整耗置的耗控 现言吴先生表示 豆兰桥集中滑路二段 拥有五个路口 警铃宇昌国小 宇昌国中 塞车的情况也影响到 学生们上下学的安全 这次邀请公路总局 花园县警察局 建设出交通科 简安巷公所 宇昌村长王志源 和成绩人现场会堪 来解决地方塞车的情况 不要再发生了 记得终于金安巷报道